《追光吧》目前已经完成两次公演舞台 第一次公演中 剑索未剑工作室排名垫底 纳鲁克热遗憾被淘汰 第二次公演中 张小龙 秦分和江潮三人遗憾退出 加上进口小哥哥迪马西退赛 目前《追光吧》舞台只剩下16位哥哥 整体来看 《追光吧》整个嘉宾阵容非常能打 优秀舞者和实力唱将都有了 同时也有吴振宇 张未剑这样的大哥称场面 遗憾的是 节目的实材很高端 但是厨子的水平不过关 最后呈现的节目内容太过于中规中矩 缺少嗨点和爆点 最后在话题和口碑方面 远远没有达到第一届的效果 《生命之光》和《热血之光》两场主题公演之后 《追光吧》迎来第三次公演舞台 《三宫》的主题是传承之光 16位哥哥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公演舞台之中 《追光吧》三宫分为集体秀和个人秀两个部分 四大工作室完成集体秀之后 将分别接受大众评审和专业评审的投票 排名第一的工作室全员晋级 剩余三大工作室 个人秀排名最高的工作室全员晋级 剩余两大工作室各产生一个淘汰名额 本次公演共淘汰两人 如果工作室少于三人 那么将被摘牌 《追光吧》三宫舞台整体设计非常巧思 从选曲 编排 舞台呈现 都是满满的中国风 《不然》《飞天》等歌曲 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经为第二零九工作室一改往日的风格 他们选择了《不然》 这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曲目 这首歌曲的音域跨度非常大 高音和低音的处理很考验唱功 演唱者是毛不易 作品发表于2018年 是电视剧《香蜜沉沉静如霜》的主题曲 周小鸥 满江 沙宝亮三位大哥哥 带着张奥月和杨和苏两个弟弟挑战这首歌曲 他们进行了巧妙的编排 演唱中设计了很多和声 把每个人的声音特点都突出出来了 配合着国风泼墨山水画卷 五个人在一起的画面和声音都很和谐 五个人状态全都在线 歌曲旋律悠扬 舞美唯美大气 整个表演很像一幅山水画 给人视听的双重享受 这样的舞台表演 从专业评审那里获得了41票 《飞天》是张艺兴发行于2021年的一首作品 歌曲在街舞和传统文化之间进行了融合和探索 吴建豪所在的六倍光速工作室 将这首歌曲进行大胆改编 赛博朋克版的《飞天》惊艳全场 在《飞天》的舞台秀中 六倍光速工作室将敦煌的抑郁风情 和未来科技融合在一起 整个舞台充满了戏剧性和代入感 现代与未来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吴建豪 徐志贤 尚九熙和王熙四伟哥哥 业务能力在线 RAP咬字清晰流畅 灯光无眉 气氛拉满 舞蹈动作一气合成 连服装都有特别的涂鸦设计 不得不佩服六倍光速工作室 每一次公演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不断地尝试和突破舒适圈 张艺兴的歌曲能够演绎出这样的效果 六倍光速工作室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飞天这个作品获得了42票 比不然多出一票 这个作品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王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开场的RAP给整首歌曲 顶了非常好的基调 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 不仅是演唱成了加分枪 王熙还在飞天中首次挑战唱跳舞台 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拖团队后腿 反而让人眼前一亮 一向都很严格的金星 也不吝啬夸他 金星认为王熙太让人惊艳了 本以为王熙只是个木头 没想到他动起来非常好 王熙直言 自己的女儿非常喜欢跳舞 这次也算是为了女儿尝试唱跳舞台 他希望女儿长大了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勇敢去尝试突破和挑战 自己也想给女儿做一个好榜样 虽然挑战的过程很坎坷 但最后呈现的舞台非常抢眼 王熙的付出也获得了认可 王熙可以说是追光霸舞台的一大宝藏 只可惜这个节目目前的热度和影响力 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试想 王熙如果放在披荆斩棘的哥哥 相信很快就会迎来演艺事业的第二春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有过人的天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但是有时候选择也非常重要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就完美 追光霸三宫只播放了两个团秀舞台的内容 接下来的舞台得等一周后才能看到 对于喜欢这档节目的观众确实是一种煎熬 追光霸每一次公演 观看体验完全都是割裂的 完整的舞台要在两周才能完成观看 公演的舞台被剪接的七零八岁 这完全不利于舞台的出圈 相信这也是节目没有大火起来的一个原因 어차피